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表面上看起来特别单纯 实际上感情精力丰富 早就经历过很多个男人了 这样的女人跟男人交往 善于取悦男人 很会在男人身边周旋 通常带有某些目的 为了能够从男人身上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他们不惜放下身段迎合男人的需求 根本就不在乎女性的自尊 不过当他们达到目的以后 就会绝情地离开 转身寻找别的男人 周而复始 通常来讲 这种女人就是情场上的老司机 她们对两性方面的知识非常精通 也有轻松拿下男人的本事 因此男人在追求女人时 还是要多谨慎一点 如果发现女人表面单纯 实则是情场老手 就不能盲目付出 以免将来后悔 一般来说 以下三种女人多半是情场老司机 你可能玩不起 一 花心的女人经历的异性很多 花心的女人是最常见的老司机 她们有过很多爱情 经历早就不单纯了 不过刚开始和男人交往时 她们会伪装成单纯的女孩子 以此降低男人的防备 等到和男人关系熟悉了 感情有了进一步发展 她们才会露出真面目 这时她们在男人面前 再也不矜持了 也不害羞 对男女之间的事情如数家珍 可能有很多东西男人不一定懂 但她们却经验丰富 会主动引导男人 等她们把男人彻底搞定以后 就会向男人索取 她们的手段很高明 会让男人心甘情愿为她们付出 这样的女人可能会同时交往多个男人 无论是感情还是物质 她们都要做到双方收 再者 花心的女人 以前有过太多的感情经历 她们对如何撩拨男人非常得心应手 不管走到哪里 她们只要见到了帅气的男人 或者是有钱的男人 就会主动靠上去 她们会打扮成单纯的女孩子 看起来就会让男人联系 轻松就可以和男人建立联系 为了能够让男人心动对她们沉迷 她们会故意给男人一些甜头 渐渐地将男人握在自己手里 随时呼唤 就算遇到了比较有经验的男人 她们也不担心 反正是女情母怨的事情 双方各取所需 她也懒得伪装了 因此她会直接跟男人摊牌 把感情当成交易 从而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 男人遇到这种女人 不要贸然追求 她们是情场上的老司机 你可能不是对手 远离为好 二 来者不惧的女人 心思都不单纯 来者不惧的女人同样是情场上的老司机 她们对感情随便 心思都不单纯 这样的女人可以接受任何男人的聊播 只要男人能给她们想要的东西 就会跟男人交往 她们见过的男人也比你想象得多 不管什么样的男人靠近她们 都可以轻松和她们玩暧昧 不过凡事都会有条件 男人想真正得到这种女人 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比如不断地给女人钱财 或者送她们昂贵的礼物等等 她们对感情并不负责任 而是善于在感情里算计男人 习惯了索取 事实上这种女人很有心机 她们表面上装得很单纯 实际上就是为了吸引异性的关注 如果男人对她们心动了 或者居心不良 往往就成为了她们的目标 换句话说 男人对这种女人图谋不轨 但最后才发现自己才是受伤害的人 因此这种女人不会在乎感情会不会长久 而是在乎各举所需 能够满足自己的需求 直白点说 来者不去的女人就是等着异性来调拨 这样她们才能维持高品质的生活 有了男人为她们的高消费买单 她们并不介意付出身体 所以男人跟女人交往 不要贸然追求 当你发现女人对任何异性都来者不去 就要远离 她们的心思不单纯 你玩不起 三 长期在暗命场所出入的女人特别烂情 一个女人若是长期在暗命的场所出入 不用怀疑她肯定是勤肠老司机 这种女人感情泛滥 对任何男人都可以付出自己 没有女人的底线 只要有时间 她们就会长期在暗命的场所里驻足 等待男人过来搭讪 以便于从男人身上获得好处 她们心里很清楚 这些地方的男人都很差 但她们并不介意 因为她们有更多的手段来跟男人周旋 这样的女人经验丰富 早就身经百战了 一般的男人根本就不是她们的对手 男人自身没有一点实力 可能玩不起 很容易被这种女人吃定 甚至弄到最后人才两失 再者经常出现在暧昧场所的女人 你以为她们真的是图一时的新鲜吗 其实很多时候 她们都是来寻找乐趣 或者需要从男人身上索取钱财 目的很直接 她们若是看上了某个男人 可能不用吹灰之力 就能将男人倒追倒手 比如这种女人需要换口味了 可能会随机在大街上 物责帅气的男人 主动去跟男人调情 一般都能轻松打下 毕竟这种女人对男人的心思 了如指掌 自身也有魅力 穿得很妖艳 很容易吸引男人的目光 所以有些女人 虽然表面上很单纯 但实际上 她们早就感情泛滥了 男人一定要警惕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这个视频 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如果觉得对您有用 别忘了给小红点个赞 或分享给身边的人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留言讨论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